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來感受跳躍齊航 具體書的異想世界 12月13號一直到4月7號 展露期間歡迎各位的朋友 一起來感受一下 同時能從12月1號 也就是明天開始 就能夠搶先來預售的票 絕對讓大家的優惠 非常的有益 在全省的CNNN 還有伯克萊 以及全家電力商業 都可以來預購 OK 那我們請我們的長官 因為我們現在我們的電子媒體的大哥 可以猜一下來猜 好 我們先把它呢 先合起來 跳躍齊航 立體書的異想世界 活動呢 活動呢 將在12月13日 大家在整個給它紅色 你看 顏色也就好 好的 那看都不對 你看看 它還一直跳 這個才是在正常的 好 謝謝 沒有啊 雖然在台上 我們的長官 謝謝 謝謝你們 有 謝謝我們的館長 還有我們的政總 這集是一個很大的主題 然後墳墻海王 那還有什麼 我們現在有電影 不是用海 霸台人給我們 出發很多的霸台想象的空間 它這個想要中間就很像 我們藝術的大原來的藝術 這是正好品牌 謝謝 其實他們那個電子媒體要拍一下那個範書的一個文化 那老師你覺得哪一個範文翻起來的這個動作比較明顯 其實應該說 因為大家可能都被這件迷惑了 因為這是現代的書 我要坦白說 如果我們說藝術成就價值來講的話 這是比較沒有價值 因為這個很便宜 其實一般台北展大家比較想要看都是這一季 因為這個是一般人上的道 你也買不到的 這是絕版 這是古董書 那這都是現在買得到的書 雖然已經絕版了 但是這個是真正是古董書 那有些是國館收藏等級的書 所以我比較 而且我今天挑這件是我收藏最好品項最好的 所以當初有示範一下 你看看這個 這是哥倫布發電信大陸 他的那個哈卡圖 紅色是他一直到美洲的路徑 然後綠色是他從美洲回去歐洲的路徑 都是這樣子 這做得非常的棒 那看一下 這是作者的簽名 這是作者的簽名 這是非常特殊的形式 三則式的 他的插畫又是另外一種藝術的成就 有點像版畫的戲 版畫有點像漫畫的風 那這是英文版 原版是傑克文 後來這個大師呢 他在30年之內的創作300多本 是很量產多產的 他為什麼多產呢 因為平均到現在為止 立體書的作者呢 通常呢 一本書要花18個月左右的時間 一本書大概花18個月平均 可是他呢 一年他就做了十本 另外呢 他的插畫功 這是他最特殊的形式 全世界只有這種書 是長這個樣子 是他所創作出來的 我們說這叫做 用非常平凡的簡單的職業技巧 這都是幼稚園裡面 有教的簡單的摺紙的技巧 都會有 這叫做VSINCE 這也是個VSINCE 可是他用這麼簡單的 那個所謂的摺紙的技巧呢 他可以把它創造成了 非常華麗的3D的視覺效果 尤其是你從上面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其實他的結構很簡單 他的結構很簡單 那就是我們講的 平凡中的偉大 他不會很華麗的 不會很炫耀 炫耀的技巧是不炫耀 可是他是非常華麗的 可是你看一下後面 他後面是 會擺盤 為什麼 因為1960年代的話 捷克是共產國家 他那個時候的物資是非常缺乏 而且呢 七百多年來 立體書的發展 是日行列印 技巧是退成出新 最後一件事情沒有改變 他就是呢 唯一都還是用手工組裝 立體書到目前為止就是手工組裝 就是手工組裝 所以手工組裝 然後呢 就非常安慰 然後非常安慰 其實來講的話呢 他的所謂的取材的素材 都西洋都降不成的 所以各位看到 只有他是單面的材 所以是這樣子 看一下他收起來要 你看他倒下去的過程 他打開的過程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著迷 著迷你整個擺開的過程 這個動感 那每個設計師他的巧思在於說呢 怎麼讓紙張用不同的形式 讓他撐開來 他用什麼方式讓他把它摺疊起來 這是每一個立體書的創作者 他們想要是蠻值得方便 對 這個角度我再來 好 這樣子喔 不要碰 不要碰 你再轉過去 這邊 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對 這個 大概 大概 一千兩千塊 對 因為這個都是手 其實他是男的 你打開來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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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打開來 這個你看 這個 這個 你看 你看 那個技法 我們的展覽都會介紹 他用什麼手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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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現場會有利益 讓人家換 換到換物 再換行 對 一定可以有 我都換得到什麼 那個時候要換掉 五歲以上 三歲以上 幾歲以上 因為呢 因為呢 他還不曉得 這裏面很複雜那個場 在這樣子 你要排解 這麼有錢 這麼大一個震撼 你不想用他 對 我們怎麼樣的 那個關於基本 對 藝術 剛剛這是藝術品 這是少過藝術品 這是藝術品 這不是書 藝術品 他會覺得很成 這不是藝術品 那不是藝術品 這不是藝術品 這樣那個家長 我們可以把錢 他拿來 藝術品 這樣 這樣 有保安裝 一個 被破壞掉 就是這 可以起碼 他會有這麼好的東西 他會有 這個 要不要把手機下手 好啊 父母先去到里 然後我們去到里 然後就現場了 那其實 告訴我們 這台車有很多機能的 我們打開讓他在轉一間 打開啊 他在打開什麼 打開一個轉一間 打開一個轉一間 不用打開就台車 然後現場 因為我們現在的空手 所以我們當他在校的台北手上是坐在新區的 他要拿住民館 我想因為我是 大約他就 對 這樣的話 我都適合 那是不是 會這麼好的東西 當我們一個教育子不好 對 所以你怎麼樣 對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藝術 就是這個光麗品 對 非常的脆弱 所以他不是書 所以因為右膠有右膠有的 所以他是用比較厚的質感做 厚的質感做 厚的質感 然後塑膠類的東西 壓力的外 他做每個右膠有的質感 他一般市面上他就提出 他一般他就加準 就不行了 他就想理解 所以你剛才講 我們當我們都拿到山川 這麼好的宿位 就這麼特別 對 剛剛排名的話 這樣的宿位可以排行 這樣的宿位也不會輕鬆 對 變得不一樣 對 這就很重要 當我們要孩子去參觀這樣的科工館秀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基本的館秀 其實我父母就去教育他們 不是 因為我們很多導演員的話 還是有時候沒辦法進入到很多的細節 對 那初期其實在 因為台北展望是全台灣第一次 有這種立體書展 所以各位觀念還是沒有在書 這個概念 所以說看書展 然後就會觀念說 為什麼書後能夠不翻 然後我就說 前後是過功的衣術 你跟他理工嗎 哦 原來不是書 因為我現在就是在我們以前 就是面對這麼小的孩子 對 還有就是小學部分的孩子 對 就是說能不能有更提供這樣的一個 比如說要開一個職業會之後 提供學校老師 或是幼稚人老師 小學老師 知道先建立 對育體做專業知識的一個尊重 對 這樣可能我們在這樣 在帶孩子一大群來的時候 他也有先前一個職業訓練 是 他可能更能夠體會到 有什麼樣的成績 可能家長可能他 所以說從他一直玩 喜歡就好 然後我們要建議 就是由老師他們先來參觀 因為我們會有定時的導覽 定時的導覽 對 老師來參觀定時的導覽 然後帶他走過路之後 他自己就很有心得了 回去之後他再把幼稚園 跟小學帶過來 讓老師自己的導覽 因為小孩子比較聽老師的話 對 對 這樣效果比較好 那導覽是不是說 有附地的形態時間 還是就是說 有附地的時間 那因為我們培養很多導覽 那每個導覽的原因 因為我們參謀有150件 不可能每一件都要講 對 因為只有半小時 所以一件講兩分鐘 大概只有講15件而已 最終就是15件的精華 大概所以說 你一直看得完 150件全部講 一件兩分鐘都要300分鐘 對 要一個小時 對 因為我們有一群的 一些故事媽媽媽 會不會建議 對 就是這些老師呢 然後我們就先來看展 然後參加那個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意思 這個是在電子包 收藏家的電子包裝箱 就幫他擬印 我只有展覽才能拿出來 一般是不拿出來 所以都用電子包裝箱 然後用東西把他保護起來 所以都要白手套印在這裡 所以你以前這麼幾乎 有收集的 600塊 那這個多的 就是選擇性的挑 選擇性的挑 因為我們不可能經戰議戰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是有目的性的 我不是有就買的就買,那我不要 那你有意義,對我來講就是利器銀 那我用利器銀,到後來我最近政府 就是為了要把這個歷史的軸線 把它拼湊成精準,而且是利器銀的發展性 那到目前為止,我還算翻譯 每個階段都會有一個代表性的展品 的做翻譯,就是說如果要 純粹翻譯,叫做利器銀 發展十五當然也可以 這樣全部東西,每年來都有 這樣擺出,就是我個人對 收藏的看法,那 其實說東美或日本人就收藏了 那個前世,然後發覺就是 這是更新收藏的方向 竟然還沒有收藏,我講話背著說是 輕調戲曲,給你買不完 而且東西不需要嗎? 所以我剛才是用 藝術的講述去做收藏 用膠類,當我們用藝術的東西 對,不一樣的 都不知道玩,玩有藝術的人 是拿來擺著看,我們拿來示範 那有人拿來示範 你們來 一樣的,樹有時候拿來欣賞 因為我會罵在那邊拿來 拿來擺著看 歡迎你們來 轉 它打開的時候就會這樣轉 它是模擬達文系的電動傳奖 所以它裡面的機關都是很動的 可以一直幫我們轉 對,看一下,我們幫它修 它可以給你一次 可以跟楊老師照個像嗎? 你看,我們這樣翻開就會轉 它這是電動傳奖的原理 這是很棒的一本科普類的書 它就介紹它就有機關的原理 它的整個構圖跟結構都存在 對,而且它的手稿 模仿達文系的字跡的筆跡 你看 這是達文系的建築 比如是那個百花大教堂 在那個佛羅伊斯百花大教堂 它在整個四年 整個立體空間 對 那告訴你它做出來的這個3D 這個結構 把我照相 達文系的成就 我們請看 人力結構 因為大家有看過 它畫的本身已經是你的那個 是非常出名的 達文系 對,達文系 對,達文系 你可以過去 所以剛出這邊有科工網站 的一個達文系 都長出來這一件 就是一個戰場 你看 戰場 這本書已經不是 只是一個 已經接著到 天使 對,什麼都有 科 對,達文系 對,發明的白科 它都有跟你敘述 它的原理是什麼 弓箭啊 一些砲 它的尺寸 它的結構 然後呢 它怎麼做 這本書 都要來看 有些什麼 都要來看 這本書